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私领域之前有一个隐形的界线 告诉你我们要准备去参观屋主个人的空间了 对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框呢 就是去界定出公私领域的一个位置 经过这个拱框之后呢 就会来到一个廊道 那这个廊道带了几个私领域空间 书房啊 还有卧房 三个卧房嘛 对不对 蓝道的两端呢 就会是柱子跟壁面 那可是我们希望它不像柱子 它是个壁面 那个壁面呢 我们保有原本的高踢脚的位置 再把剩余的部分呢 去做了一个收纳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样讲 右手右半边这边是柱子 这是柱子 柱体 那这个柜子可以很深的 因为柱子很大 其实收纳柜在这个地方是遥遥两相望也是对称 这边有收纳 其实那边也有对不对 互相呼应 那这个廊道的两端 它对称的呼应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书房 那这书房呢 我们也是用一个框 去做这样的一个玻璃格子拉门 那在底部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窗帘的框 那这窗帘的框 它一方面它是窗帘盒 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整个背景的收端 而且感觉那个框中看出去的景色 也像一个框中画 那种感觉 好 这是书房的氛围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去主卧室 来猜一下主人最喜欢一个吉祥的动物 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应该想不到 我们带你进去看看 走吧 一般人不会想到对不对 好 进来这个主卧空间会发现 其实它的动线蛮耐人寻味的 它不是一进到底的那一种 对 进来之后我们在主卧的位置呢 其实有一个小玄关 那这个小玄关呢 它带到三个空间 一个是进到主卧的浴室 那一个是进到衣帽间 一个当然是进到我们的主空间 那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我们希望它的过道是很单纯的 所以我们都把它做成隐藏门 所以在进去主卧浴室之前呢 那个门是可以拉开 那不拉开的时候会以为那个是没有空间 一个完整的联系的 对对对 那拉开之后呢 进去之后还有一个缓冲 那缓冲其实在侧面我们一个柜子 它就是那个就是换衣的柜子 就是要带洗的或穿一两次的衣服 对 可是进主空间之前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框 这个对不对 对 那这个框呢 其实左右两边又是柜子 那这个柜子就是它的化妆品放的位置 因为女主人她都是站着化妆 所以在框的底部我们直接做了镜子 所以她在那边可以直接放她所有的一个 一些玻璃器皿化妆的部分呢 都可以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很棒 这样子过道空间变得也有实用的一些功能 那一转折之后呢 其实这个空间它有另外一个趣味性 就是说一般呢 床头都会放在整个房间的底部 可是因为这个位置呢 它床头底部它有一个大梁 所以我们会把它调换过来 对之吗 对 那一般调换过来的话 会一方房间都会对到门 但是因为我们经过一个玄关的转折 那转折进来之后 它已经没有所谓的开门对床的问题 所以拉过来之后 它床的位置跟床的位置 整个都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那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来当作是一个床尾的电视主墙 它把这个主墙的上方两根 我们主空间上层之间 我们拿来做一个中间层 当作是机器的位置 空调机器的位置 对 那一方面 这样很顺的就上去了 对那一方面这样子位置呢 机器在这里 风往下吹不会吹到床 好完美的设计 对也会对着头吹 对也不会感冒 对 那我们的床头呢 就会有其他的变化 那其他变化呢 我们用这个颜色来呼应它 我终于要破梗了 你知道屋主最喜欢的动物 你可能会猜猫猫啦 狗狗啦 大象之类的 我没有想到它竟然喜欢 是这么东方的吉祥 我是孔雀耶 对 那这个孔雀的壁纸呢 它有一个比较柔和的主调性 跟颜色 所以我们进到房间之后呢 我们的主墙设呢 跟外面的宫领域空间的主墙设 做了一点修改 那这个颜色呢 就是为了呼应这个壁纸的颜色 OK 其实这个空间当中进来 大家应该也会很喜欢 它窗外这个框之中 会看到的景色 对 那这个位置呢 其实对外它其实有一个平台 它有一个落地的窗截 刚刚凉的位置 就是对应到就是这个柱子 其实是这一根对不对 对 那柱子很大 那这个框做完之后 我们希望说 它相对于床头这一边的量体 柱子也要够大 所以我们把它推出来之后 它多余的这个空间 量体出来 它也是一个收纳的位置 那一方面我们把窗连盒啊 跟框一起再结合起来 所以它的一个底部 像个画框的框景又会出来 OK 我们今天让你看到 把屋主的喜好 把张设计师最拿手的 美式新古典风格 还有各个元素 都集中在同一个空间当中 你也可以兼顾你的喜好 同时兼顾你喜欢的居家风格